第1691章3 靖心殿那一阵济然 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看着大佛四手座 为什么突然就安排后世了 师父 手座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都是近呼其声喊道 促进 大佛四手座脸色严肃道 众人都是立即闭上嘴 看着大佛四手座 不是说我要死了 这只是以防万一的安排 大佛四手座与气缓和道 大佛四总不能毁在我的手中 众人依然忐忑不安 他们猜测大佛四手座如此悲观 是因为大卫天子的原因 即使大卫天子一直没有出手对付手座 但不代表大卫天子就会这样算了 将比风和尚的事情 大卫天子才是大佛四目前最大压力所在 菩萨堂手座仍遇到 手座 要不我们给师父发一道消息 大佛四在尽都谋划失败 现在想对付大卫天子的怒火 唯有勤劳手座出棺材有把握了 大佛四手座沉默 叹了口气 你们留在这里 外面的是自由我去解决 他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就站起来离开了 圆会还是那个圆会 又不是那个圆会 他不再肆意往那样阴着脸 面容坚毅 双瞳之中隐隐有着火焰在燃烧 净徒们都是沉默跟着他 他身上总是散发出奇异的力量 使得这些人追随着他 没有蒋经 更没有普度众生 只是纯粹的怒气 本来以为这种怒气无法持久 只是人喉舌之中堵住的一口气 但这口堵住的气 却是持续了很久很久 有着月烧烧烈之事 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不知道他们将去往何方 不知道 圆会也不知道 他很少与这些人交流 他对聚集在他身边 这些愤怒的人 没有任何义务与职责 他本来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杀死 但他一直活了下来 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只想把自己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燃烧着 要是烧不死那些人 就烧死自己 但他又隐隐明白 他就算死了这些人的怒火 也不会就此熄灭 他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还是对 他只是心里明白自己应该这样做 应该快要结束了 圆会双手核实 目视前方 心里面忽而升起这样的名物 他带着这些愤怒的人穿街过向 他站住了脚 他的前方有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个人是大佛四手座 他身边的人有些认不出大佛四手座 但也有些人曾经远远看过大佛四手座奖金 所有人都是沉默无声看着大佛四手座 阿弥陀佛 大佛四手座对圆会轻声道 我想与你谈谈 圆会摆了白手 这些人都往后退去 远离了这条街道 他不是愿意听大佛四手座的命令 而是他明白 如果大佛四手座真的想对他出手 这些人跟着他也只是白白葬送了自己性命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做 圆会问 不这样做又该如何做 大佛四手座有些心不在焉道 总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圆会皱眉道 我理解你的怒火 但不代表我赞成你的怒火 大佛四手座摇了摇头 我不是来替你解惑的 我是希望你替我解惑的 你要我替你解惑 圆会正了一下道 我回来之后 曾经来看过你 大佛四手座看着圆会说 你让我心里产生了很多困惑 圆会皱着眉头 大佛四手座道 是人皆知你在必死观 但唯有我知道你圆祭了 就算是圣上都因为佛四大阵原因 无法知道你的生死 圆会面露茫然 你说的是老手座吗 老手座死了 大佛四手座轻轻点头 我之前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死了 直至我看到了你 我 圆会愣住了 这与他有什么关系 大佛四手座看向了街边一角 他脸色淡然道 师弟 你早已来了 圆会看去 这才发现那个角落里 站着一个肥胖的僧人 他一直都在 只是他不出来 要不是大佛四手座 点破他的存在 没有谁能看得到他 师兄 别来无恙 庞僧人脸上挂着和善的笑 我以为师兄不会再换我师弟了 当年师父本来是要你当大佛四讲经手座 大佛四手座道 你离经叛道 被师父逐出了大佛四 成立了小佛四 与大佛四作对 圆会心里一阵惊恶 那胖僧人赫人是小佛四手座 大佛四的心腹大患 只是他没想到 原来大佛四手座与小佛四手座是师兄弟 小佛四手座笑道 道不同不相畏谋 我要是不离开 大佛四讲经手座也不可能是我 大佛四讲经手座是佛最虔诚的信徒 只有师兄才合适 大佛四手座沉默了一下 当年的是很多我想不明白 但现在我都明白了 师父对你逐而不杀 是想留一条路 小佛四手座脸上笑容收敛 当年我也不明白 我也是现在才明白 师父常说有因就有果 小佛四手座转身朝圆会双手合十行礼道 师父 你法号藏三 你藏得真身 满得弟子好苦 大佛四手座看着圆会 他含有面露痛苦 师父 你就这样不信我吗 我是老手座 圆会愣了一下 他低头身体很快绽放出金色的光芒 那双眼变得忧生沧桑起来 他轻声叹息 然心 你一心是佛主 为师怎么敢信你 然心就是大佛四手座的法号 他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一分 师父 你也背叛了佛主 是 藏三沉默了一下坦诚道 这也是他不敢信大佛四手座的原因 因为就四小佛四手座所说的那样 蒋经堂首座是佛主最虔诚的信徒 也是最可能听到佛誉的人 他曾经是蒋经堂首座 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佛誉 因为佛早已没有降下任何的佛誉 只是从他准备卸任大佛四手座专心修炼时 那年开始一切都变了 然心听到了佛誉 并把这事告诉了他这个师父 佛主是对的 然心低头审声道 难怪当初佛主不让我把佛誉的具体内容告诉任何人 包括师父在内 看来佛早已知道 你们早已不是佛主的信徒 第1692章三道佛誉 吃徒三人站在空荡的街道上 藏三叹气道 佛主应该没有具体知道是谁背弃了信仰 否则佛主会告诉你背弃者的名字 又或者佛誉有限 无法详细说出背弃者的名字 然心不得不承认此话很有道理 他沉默了一下又问 师父为何要修炼金禅经 你的寿数明明还没有尽 金禅经不是功法 而是一种佛家秘术 金禅脱壳 脱去一切因果 难密踪影 同时也能让人寿数再多一百年 等于凡人再活一世 只是这种秘术修炼起来很难 大佛四股往今来练成者寥寥可数 藏三身吸口气道 当年你告诉我你得到了佛誉 我就知道 你迟早会明白 我已经背弃了佛主 佛誉的部分内容可能是诛杀叛徒 我感到害怕 只能避死关 让你以为我原济了 然心沉默 师父当年就因为这事通过金禅经重生了 也因为如此 他没有再想师父的信仰问题 毕竟原济了 再想也没有意义 脚佛四手作脸色变得有些微妙 他不知道佛誉的事情 但他明白了师父的恐惧 师父当然不会畏惧燃心 他是畏惧佛主 佛誉没有提到要杀叛佛者 燃心否认道 佛主已经有两千多年没有回应祈祷了 藏三道 佛主只是给了你一人佛誉 那说明这事不简单 我只能远远避开 在闭关修炼金禅经那段日子 我也隐隐猜到不是为了对付叛佛者 大魏的佛信徒或许不多 但世界这么辽阔 佛主的信徒何止千千万万 叛佛者也不会少 不会专门降下佛誉 只是为了对付我这些叛佛者 如果真的是 佛主应该不会允许师兄将佛誉的事情告诉师父了小佛四手座呼而道 师兄也不是那种野心之辈 要利用佛誉得到大佛四手座之位 正是如此 藏三道 后来我隐隐猜到了这次降下佛誉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脚佛四手座问 他猜不到 藏三脸色凝重道 大魏有什么值得佛重视的东西 通天境 脚佛四手座面露金色 然心沉默了一下叹道 要是师父没有背叛佛主 那就好了 说不定大事早已成 师兄 次我们都知道佛主只不过是一个修行高觉的修行者 你又何故对他如此忠心 脚佛四手座勉强稳定心神道 你应该知道佛主不一定是对的 也因为知道佛主只是牺牲愿力的修行者 和佛者才会存在 因为只是一个修行者 对佛主的前程就大大减少 然心肃然赤道 佛主何错之有 没有佛主就没有我们这些信徒 佛主就算起初是一个修行者 但如此漫长时光之下 佛主就是佛主 不再是凡人 唯有佛主的法才能普度众生 无弥陀佛 我信佛法不信佛 脚佛四手座摇头道 我们想法不同 没必要为此争论 只是师兄 佛欲要你夺取通天境是吗 然心没有理会小佛四手座 他只是看向了藏三道 师父猜得没有错 最初的那道佛欲是要我夺取通天境 最初的佛欲 藏三神色凝重 佛后来还给你佛欲了 然心点头道 我一共得到三道佛欲 第一道佛欲就是夺取通天境 事实上最初先显门进入大卫弘扬佛法 本来就是佛主的布置 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通天境 佛主为什么不自己来 脚佛四手座忍不住问 难道就连佛主也惧怕通天境 因为某些原因 佛主不能来 藏三道 太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只是一直如此 通天境如此强大 能够一直掌握着大卫皇室手中 太强的人都不敢轻易降临此地 这不能来也可能是不敢来 脚佛四手座心神威震 他知道掌握了通天境的大卫天子很强 但没想到会强到这样的地步 佛主也要避让 你以为佛主会畏惧通天境不敢来大卫吗 然心冷声道 你们都错了 佛主给我的第二道佛欲是放弃夺取通天境 想法得到大卫天子手中的秘密 放弃夺取通天境 藏三与小佛四手作面面相去 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佛主要放弃通天境 而是让然心想法夺得大卫天子手中的秘密 第二道佛欲表明佛主不再需要通天境 然心说也未必是不需要 只是知道夺不走 藏三不同意然心的说法 然心道 这是师父的看法 但佛欲就是如此 所以师兄才不惜把大佛四赌上 对付圣上就是为了第二道佛欲 脚佛四手作冷着脸道 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 你输了可能大佛四都要完了 你赢了大卫就可能从此大乱 民不聊生 这是双书的局面 阿弥陀佛 然心摇头道 不仅仅是佛欲 还因为圣上有问题 这是为了众生 然心 我问你 藏三平静道 如果让你在佛主与大卫选择 你如何选择 我信佛 佛主不会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师父问 我也不敢不答 然心道 我一心侍奉佛 眼里只有佛 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可是生养你的大卫 藏三有些伤感道 师父是叛佛者 当然无法明白我的选择 然心摇头道 师弟之前说道不同不相畏谋 这是对的 第三道佛欲又是什么 小佛四手座问 佛要降临了 然心微笑道 这是第三道佛欲 藏三与小佛四手座对视一眼 眼里露出了深深的距异 佛主要在大卫降临了 佛主不是一直不敢进入大卫吗 什么时候 藏三沉声问 现在 然心闭上了双目 现在 小佛四手座浑身悚然 他明白了 世界身降临 谁最适合当容纳佛的化身 毫不疑问就是然心 小佛四手座这才露出僧袍内的传音御符 传音御符那边一直听着的是圣上 进宫的大卫天子脸色凝重 他同样闭上了眼 犹如碧狐的通天境 纪念荡漾起一层层连衣 藏三已经率先出手 他一掌拍去 平平无奇的一掌 却是暗藏庞大真元 大卫修士之中能接下这掌的寥寥可数 他要打断佛主的降临 不惜杀死自己这个弟子 然心身体光明大放 有着阵阵范音响起 不弥陀意为无量光 无量寿 佛的光明横遍十方 佛的寿命数穷三计 纯粹的光明之下 藏三全力拍出的一掌就此消你了 藏三与小佛四手座师徒两人 再也难以看清楚身处光明的然心 光明散去 唯独剩下他们两人在 然心早已不知去向 第1693章心有大恐惧 圣上 小心 小佛四手座确认然心消失之后 第一时间审生道 进宫之内的大卫天子脸色威名 因为通天境也失去了然心的踪迹 他有些后悔 早知之前就动用通天境杀死然心 但他觉得不值得 毕竟在这种时期 通天境的每一分力量都很重要 他没有多想 只是催动通天境继续搜寻已成佛主化身的大佛四手座 其实佛主就算真的往进宫来 他也不害怕 他对通天境有足够的信心 只是佛主显然并没有往进都这边来 他消失了 通天境也寻不到佛主的存在 他想做什么 但为天子眉头紧锁 周凡正在荒野外扫荡怪诀 他忽然有些心神不宁起来 这种心神不宁来自一世的危险预兆 他停下对怪诀的扫荡 灵念快速展开 他抬头看向西方 西方走来了一个和尚 穿着木棉袈裟的和尚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危险的预兆却是指向了这个和尚 脚妹浑身犬毛竖起 朝着和尚刺着犬牙 周凡觉得和尚有些熟悉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和尚 带和尚走近 他面容变得清晰起来 他的脸没有任何出彩之处 和尚默默看着周凡 周凡笑着打破沉默 大失所为何来 他有些怀疑这和尚是大佛寺的老手座 但现在又觉得不是 因为他现在已经原神尽 就算是大佛寺老手座 也不可能给他这样毛骨悚然的危险感 叛佛者们错了 大卫天子也错了 和尚面露微笑说 贫僧是为你而来 叛佛者 大卫天子 周凡心微臣 这古怪的和尚究竟是谁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师 大师可以说说为什么来寻我吗 周凡问 因为小犬大仙教 和尚看了口气 要不是我一直将一分心思放在大卫上 恐怕我也无法如此及时知道小犬大仙教的事情 小犬大仙教 周凡故作压抑道 大师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和尚轰而转身 背对着周凡道 施主这幻象法则来历同样不凡 若是我没有认错 这应该是辅种王之鬼想所化 这种法则曾经由一个已经被世人遗忘的疯狂修士所掌握 和尚背对的周凡犹如炮影般消失 周凡现出真身 无法置信看着和尚 和尚不仅看破他的王之鬼想 还点出了王之鬼想的来历 这和尚究竟是谁 和尚又笑道 施主不用如此担心 要不是施主境界太低 对法则的掌握不足够 贫僧未必能如此简单看穿施主的幻象法则 不知施主的神格又来自哪里呢 中凡摇头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在问别人事情前 不是应该通报一下自己的姓名吗 施主不知道我是谁吗 和尚叹气道 我有些不明白 施主为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你是谁 中凡沉默了一下道 你问我神格来自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 来自你提过的那个疯狂修士 包括王之鬼想也是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说想见见你 壳上面皮抖了抖 不过很快哑然施笑道 施主又何必骗我 他早已消失在因果之中 消失在因果 又不代表他不能重回因果 中凡笑道 他脾气一向怪异暴躁 真想扒了你的皮 谁也拦不住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和尚道 我是佛 你是佛 中凡眼瞳缓缓收缩 他听明白了 那个拥有一万信徒的佛主 这样的大修行者为什么来找他 总不能就是因为他用小犬大仙 抢了他一些信徒 就找上门来 要是这样 未免太荒谬了 他心里面警惕着 心里面有了一些猜测 你来找我做什么 中凡道 师主不是唤我小佛佛 说认识我吗 佛主平静说 所以我就来见见师主 中凡干咳一声 我只是开开玩笑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中凡心神放松了很多 因为这样的修士比他层次高太多了 他绝对不是对手 既然如此 担心也没有用 还不如见招拆招 佛主摇头道 这些都是无足挂齿的小事 我当然不会为了这等小事 而费心降临到大位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周凡再次问道 因为我心有大恐惧 佛主叹气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掩饰恐惧 这样的恐惧显得十分真实 真实到让周凡不得不信 从而感到压抑 他忍不住道 你这等层次的存在 还有需要恐惧的东西吗 不知者不惧 知者恐惧不已 佛主脸上恐惧脸去 也因为心有大恐惧 所以我才来寻师主 希望师主背后那位存在 能够指点一二 原来你这和尚不是来找我 只是我背后的人很多 我不知你要找的是哪位 是那个疯狂的修士吗 周凡是探着问 不是 佛主摇头道 那个疯狂修士天赋绝宴 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也解决不了 我是来找比他更厉害的那位 佛主果然是来找船的 周凡心神震动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修士来找船的 他故作不知道 你就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找的是谁 佛主转头看了一眼 进都的方向 他才又扭头回来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只是我知道他能救我 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又如何知道他能救你 周凡不解道 施主的修为上浅 可能不明白 我修的是因果之道 佛主双手核实 因果之道悬傲莫测 我还无法明误大半 但也能窥见部分因果 所以我看到了大恐惧 也看到了如何解决 无大恐惧的因果 周凡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佛家最重因果 原来是因为佛主修的法则是因果 我一直在寻你背后那位存在 佛主缓缓说 我本来在很多年前模糊 看到我会在大魏见到解决问题的因果 还以为是大魏皇室与那面镜子 费心布局 没想到是因为他在大魏 第1694章因果 当然2000年前他或许不在大魏 但只要不出现问题 我们注定会在这里预见 这就是因果 佛主又缓缓说 当年我的布局也在这因果之中 否则就见不到施主你了 因果 周凡想到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他在迷藏森林里遇到的那个已经死去的 吃鸡鬼宗道子所写一书留下的最后两个字就是因果 他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他只是感到悚然一惊 你所说的大恐惧是什么 周凡收敛心神问 佛主沉默了一下道 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跟你背后那位谈谈 那等我联系上他 我会把这事告诉他 到时候你再来吧 周凡说就算要联系传也要等晚上 这些事周凡当然不会告诉佛主 和尚摇头 施主又何必瞒我 四那等存在 我与你说话时 他肯定一字不露全听到了 甚至不用听 他早已算到我来了这里 在他眼中你我皆是渺小的凡人而已 你说的有道理 周凡道 不过他既然没有联系我 那也说明一件事 他似乎不想帮你 又或者帮不了你 佛主沉默 这个他早已隐隐猜到 周凡面露警惕 他不知道这个心怀大恐惧的大修士在船拒绝帮忙的情况下 会不会绝望之下做出伤害他的事情来 船又会不会帮忙 佛主幽深的眼瞳中有着无数的世界在爆炸又重生 他再算下一步该如何做 只是面对比他高很多的存在 他的因果再也难以看出什么来 他又想明白一个早已应该明白的道理 只是心里面一直忽略的道理 不是他不愿想起 而是他不能想起 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见面 你要是不想让我看到你 那我是无法看到你的 佛主轻声自语道 当年那次因果推算 看似是我在推算 其实是你让我在推算 可笑的是我不能跳出来看到这点 你让我来 应该不会是为了让我白跑一趟 周凡知道这话是佛主对船说的 他没有音话 而是好奇船会如何应对 一缕灰雾从他的眉心之中钻了出来 向着佛主飘了过去 佛主面露喜意 他捉住了那里灰雾 然后闭幕 带手掌中灰色雾气散去 他很快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这不行 我做不到 他声音低沉道 做不到你就回去吧 周凡开口淡淡道 这话是船让他说的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船要佛主做什么 壳上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能不能换一个要求 周凡沉默 他没有回答吗 佛主又问 没有 周凡摇头道 佛主看着周凡 他嘴唇戏动着 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他太弱了 等他成长起来 恐怕一切都晚了 我不相信他能做到 他是指我吗 周凡心里猜测道 他很快又得到了船的传话 这与你没有关系 你只能相信我 佛主沉着脸思索了起来 显得很为难 他最后叹了口气 好 就因你说的去做 周凡在心里期待船会怎么说 只是船并没有再说话 佛主也没有期待会得到任何回应 他只是死死盯着周凡 盯得周凡心里发毛 他让你做什么 周凡问 他想让你知道 你自会知道 合上沉着脸 他就似被打落凡尘一样 再也没有佛主气度 周凡笑了笑 看来是达成了协议 虽然不知是什么协议 但船与佛主达成了协议 他就不用担心佛主对他出手 他心里面又在想 船真的是强大的离谱 佛主也不得不屈服 佛主也在想着事情 他忽而伸出一根手指 手指溢出金色光芒 他飞快写着 化作一个个金纹 金纹散开 形成了一个金纹阵法 他探手从金纹阵法中穿过 从中抓出了一颗金色圆果子 果子上有着金纹浮现 他抓出那颗金色圆果子 抛给了周凡 又抓出第二颗一模一样的 金色圆果子 同样抛给周凡 周凡一手捉住一颗果子 他愣了一下道 这是什么 这是我种植的巨原佛果 佛主解释道 你吃下一颗就能踏入 圆神境中期 吃下第二颗就能踏入 圆神境后期 周凡正住了 他本来已经在收集 圆神境的修炼资源了 但他预计应该要好长时间 才能圆神境圆满 佛主给的这两颗果子 确实能够一时间 让他圆神境圆满 我的去圆佛果很难种植 数量少 能让圆神比之寻常人 还要强大很多 本来只赐给最虔诚的信徒 佛主说 我也是最近才归来 这么多年没与信徒联系 才得以留下一些巨原佛果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问问你背后那个存在 佛主说到这里 微微皱眉 我只是降临 也帮不了你什么 不过有他在 也不用我担心这些事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如果我不死 那还有相逢的时候 和尚的身体开始绽放出无限光明 中凡被光明照耀得 眯上了眼 他的灵面无法渗透着光明 为你去哪里 没有任何回应 当无限光明消散时 佛主也消失在原地 他离开了大魏 没有处理叛佛者 更没有对佛信徒们留下任何知识片言 因为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无关重要了 在佛主离开的瞬间 进宫之内的大魏天子才察觉到 他通过通天境 将视线放在了佛主消失的地方 然后沉默了下去 他有些不解 佛主费心降临 为什么要去喊北道 他当然还看到了周返 他又想到了老师 最后拿起传音御符 联系上了周返 圣上 周返有些奇怪道 你见过佛主 对吗 大魏天子问 是的 周返不奇怪 他猜测大魏天子是通过通天境才会知道的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佛主对大魏野心勃勃 他在两千年前就开始布局针对大魏 他与你说了什么 大魏天子直接问 这 周返犹豫了一下道 他找我一个门中常备 找到就离开了 大魏天子 第1695章 寻火路 那你小心一些 大魏天子没有多问 他其实对佛主找周返做什么 也没有多大兴趣 无论周返说的是真还是假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只要佛主离开了大魏就好 大魏天子结束了与周返的对话之后 周返收起传音御符 他认真思索 新潮起伏 佛主分身似乎都不是大魏天子的对手 因为佛主分身与他说话时 还看向了近东方向 大魏天子能如此快知道他与佛主见面 很可能是一直在搜寻进入大魏的佛主踪影 大魏天子也只是在提醒他 对佛主的事情并没有深入询问的意思 表达出了并不是很在意佛主的态度 佛主分身都不是大魏天子的对手 他对掌握了通天境大魏天子的实力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恐怕比他预想的还要强 难怪大魏见多以来 从来没有人夺得走通天境 最接近成功的是三乡释迦与皇子们发动的公辩 但还是失败了 周凡没有在想这事 大魏天子向来就不是能以常理猜夺的皇帝 只要不对自己出手 他想再多也没有意义 佛主走了 大魏天子把这事告诉了藏三与小佛四手作 是圣上你让他退走的吗 藏三面露一色问 是的 大魏天子道 他并没有告诉藏三与小佛四手作 佛主最后去见了周凡 因为要是他这样说了 藏三与小佛四手作肯定会寻周凡问个明白 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人 他不想他们之间起什么争端 然心呢 藏三问 不清楚 我寻不到他 他可能是随那佛主去了 大魏天子道 如此也好 藏三叹了口气道 那圣上你打算如何处理大佛四 除了小佛四信佛法 不信佛主外 大佛四可是有很多虔诚信佛主的信徒 这最大问题在于 他们也不清楚 佛主什么时候会赐予佛誉 又会给哪位虔诚的信徒 大佛四曾有功于国 只惩罚那些叛乱者 有你们处理 其余一切按照以前的去做 大魏天子道 至于佛主佛誉问题 不用担心 小心提防就好 大魏天子准备断开对话时 藏三轰而道 圣上林乌牙周游列国去了吗 林圣却是周游列国去了 大魏天子道 首座刚刚醒来 这些事情可以慢慢了解 圣上 我可能也要离开大魏了 藏三道 那边的大魏天子沉默了一下道 这个首座自己决定就好 不用问我意见 那大魏就拜托圣上了 藏三双手何时恭敬道 与大魏天子断开对话 小佛四首座不解道 师父 你为什么要离开 圣上心里有事 藏三有些答非所问 圣上心里有事有什么奇怪 我们都知道大魏历代天子 都保守着一个不能对外人说的秘密 小佛四首座皱眉道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这秘密 书院历代圣人都想知道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 我也想知道 藏三坦然道 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好奇 还担心着大魏的未来 林乌牙作为书院圣人 最擅长推演之术 他肯定是看出了什么 书院圣人看出了什么 小佛四首座露出思索之色 圣上的一些行为在我看来 其实并不复杂 藏三说话很跳跃 林乌牙肯定也是相同的看法 他离开大魏 有着很多的考虑 但根源在于圣上队这次大劫 藏三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 很绝望 他可能认为大魏很难熬过这次大劫 师父 这怎么会 小佛四首座彻底金注了 我们可是有通天境的 问题可能出在通天境上 藏三道 通天境是如何催动的 只有圣上知道 通天境有没有问题 也只有圣上知道 我们只是猜测 但刚才我提出要离开大魏 圣上为什么不阻止我 说明他认为我留不留在大魏 帮忙抵御大劫都没有意义 圣上与通天境是我们熬过大劫的关键 圣上都这样认为 难道事情还不够清楚吗 脚佛四首座一时无法辩驳 藏三叹了口气 我因为佛主的原因 沉睡太久 有很多事不如林乌牙了解得清楚 但这些事情还是能看得清楚的 脚佛四首座光秃秃的头上渗出了汗水 如果大劫不过去 那大魏该怎么办 为什么圣上没有告诉我们 圣上也许有不能说的苦衷 藏三道 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林乌牙离开大魏 至今没回 可能是在外面寻找办法去了 我也要离开大魏 想法替大魏寻一条火路 他说到这里 脸色变得肃软起来 留在大魏已经没有意义 唯有跳出大魏这方小池塘 在外面才可能寻找到一条旧大魏的路 脚佛四首座集道 师父 我与你同去 你跟着我意义不大 藏三道 你走了 大佛四与小佛四怎么办 总要有人留下来带领两个佛寺 在大劫来临时尽量拖延时间 脚佛四首座长轩一声佛号 答应了下来 周凡看着自己得到的两颗聚原佛果 他并没有急着吃聚原佛果 即使知道佛主想杀他 用不了这么曲折的办法 但小心谨慎一些不会有错 到了晚上 出现在船上周凡先与自己的儿女们交流一番后 他才把遇见佛主的事情对万博之皇说了一遍 他说得很详细 就连船与佛主之间存在的交易都说了出来 说完后 他观察万博之皇的表情 脚男孩表现得很平静 你想问什么 你知道船与佛主有什么约定吗 周凡问 船与那佛主之间存在什么交易 这是船的事情 脚男孩道 船没有提过这事 无怎么可能知道 你不好奇吗 周凡面露奇怪之色 船可是你的合作伙伴 他有事瞒着你 脚男孩平静道 他想说字会说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身为君王 要是连自己的伙伴下属都无法信任 那这君王并不合格 第1696章天公道主之死 怀疑猜夺 只会使得君王走向灭亡 坐在皇座上的小男孩道 臣子要信任自己的君王 君王也要信任臣子 可是总会有臣子背叛君王的 无论那君王多么英明 周凡忍不住辩驳道 那等背叛了再严惩 脚男孩挑眉道 君王不应该害怕臣子背叛 而不敢用他们做事 周凡嘴角扯了扯 他觉得小男还是在心里安慰自己 当然他说这么多 只是想知道传与佛主之间说了什么 毕竟这牵涉到他了 吴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脚男孩道 传让那佛主替他做事 而佛主还提及了你 其实很好猜 这可能是传培养你的一个计划 可佛主说我太弱了 无法完成什么事 这怎么看都不似是培养计划 周凡面露一色说 那佛主可能与吴的看法一样 想尽快将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下属 然后诸吴拯救世界 脚男孩缓缓道 所以才说了那话 你对佛主了解多少 周凡忍不住问 在吴那个时代 他有些名气 但只是一个后起之秀 脚男孩道 后来吴在一些登传者口中听过他一些消息 他是走神道流路线的修士 信徒甚多 他实力进展不错 现在估计也进入了最顶尖的层次 就这些吗 周凡有些不甘心道 那他说他心怀大恐惧 又是因为什么事 脚男孩道 吴又不是他 如何知道他在恐惧什么 脚男孩说到这里 又停顿了一下 如果你让吴猜测 四神道流休士依仗的是愿力 那神道流休士最恐惧的 莫过于失去信徒的愿力 失去信徒的愿力 周凡沉吟了一下道 可是就我所知 佛家的信徒很多 就算偶尔失去一些 对佛主的影响也不算大 那就不知道了 脚男孩摇头道 不如你问问船 看船会不会告诉你 周凡果真问了 只是船没有回答 周凡面露无奈 船 麻烦你帮我将两颗巨猿佛果放进来 两缕灰雾很快飘来 化作了巨猿佛果 周凡把手中的巨猿佛果交给了小男孩 请他帮忙鉴定一下这巨猿佛果的真伪 小男孩认真检查之后道 没有问题 这巨猿佛果对原神镜修饰来说很不错 周凡这才放心接过了巨猿佛果 还算不错 等你吃下这两颗巨猿佛果原神镜就圆满了 小男孩又是淡淡道 你还是太慢了 无似你这种年龄 早已经统一万国 修为境界也是当之无愧第一人 那是因为你父皇离开了 周凡嘴角扯了扯 但他不得不承认 万国之皇的天赋确实是变态级别的 周凡与小白三兄弟离开船上之后 小男孩的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他没有质问船 因为就似他对周凡说的那样 他没有怀疑船 船想怎样做是他的事情 他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佛主的事情 让他联想到了一些事情 他的脸色慢慢变得凝重起来 他抬头看着天上悬挂着的巨大雪球 船已经变得这么迫切了吗 规物滚动 似乎在回应着小男孩的问题 第二天醒来 周凡没有犹豫 吞下了第一颗巨猿佛果 他花了一天时间才消化掉这颗巨猿佛果 进入了原神境中期 次日他又吞下第二颗巨猿佛果 消化掉巨猿佛果 他进入了原神境后期 这就进入了原神境后期 快得让他产生了一种恍惚感 就似在听一个民间故事 故事听了一半 情节急转直下 三言两语大结局了 要不是万国之皇跟他说不用担心 他真的不敢这么快踏入原神境后期 他默默取出了传音玉符 让崇娘不用替他收集原神境的修行资源 已经搜集到的能退货就退货 不能退货的就转手卖掉 做完这些 他叹了口气 我的天赋实在太好了 如此年龄就进入原神后期 在大魏历史上绝无仅有 就是如此突飞猛进 会不会过犹不及呢 他心里面感到担忧 即使万国之皇嫌弃他慢 但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慢 非快破镜带来的隐患也要小心注意 就算基础没有问题 但心境也会可能一不小心就出现隐患 他决定好好稳固心境才考虑进入出游镜的问题 至少要耐心等待五天 不 还是十天吧 就算大节征兆出现 破镜能够应对更多危机 但也不能因此而太过急躁 周凡思虑完毕 就继续盲目着猎杀怪诀 只是两天后 一个消息打断了周凡继续猎杀怪诀 你说天公道主死了 周凡手拿传音域符恶然地问着告诉他事情的杜尼 是的 这是刚刚发生不到半炷香时间 杜尼叹了口气道 他被怪诀杀死了 什么怪诀 周凡心神稳定了一下问 天公道主的实力就算距离灵念境都是差一线 不死尽圆满修士 可不是这么容易被杀死的 在大节征兆出现时 天公道有着石棺横空遮蔽了整个青烟香 后来青烟香没有逃出去的人都成了干尸 杜尼道 天公道派出探索队 结果无功而返 只能封闭了整个青烟香 不让外人靠近 这些周凡都知道 但他没有出声打断 只是默默听着 但在前天 青烟香那十副巨大棺果中的一副棺果出现了变化 棺果的盖打开了 里面走出了一个影子 杜尼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那影子是什么状况 还不太清楚 听说见过影子的人都死了 只来得及说出棺果里有影子走出来的消息 那影子进入了青烟香隔壁的土挖香 土挖香沦陷了近半 到处都是似青烟香那样的干尸 天公道主带人赶去 准备消灭影子 结果被影子杀死了 据说那影子目前还折服在土挖香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周凡心情沉重 天公道可是相邻寒北道 要是那从棺果出来的影子 天公道拦不住 往寒北道来问题就大了 当然这种可能从现在来看 应该不太可能 毕竟土挖香距离寒北道边界还远得很 但要做一些防备才行了 周凡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他的另一个传音域浮亮了起来 这时书院大先生在联系他 他与杜尼匆匆说了几句 就结束与杜尼的对话 激活了书院的传音御符 第1697章天公道成 周凡 你知道天公道主的事情了吗 传音御符一被激活 端木小红就声音沉重问 刚听说了 周凡道 现在该怎么解决那些官果 现在只是大劫征兆出现 大卫天子掌握的通天境是不能无限制使用的 要不然等大劫爆发了 靠什么来抵挡 大劫征兆出现 各地离奇古怪的怪诀也多了起来 也不可能全部靠通天境 要不是实在支撑不住 通天境都不会轻易动用 我们这边联系了建宗 建宗已经答应去处李时官横空的事情 端木小红道 建宗就在天公道 是天公道地位超然的势力 建宗那位宗主实力强大 就算是同为元神晋的端木小红也不敢说吻胜他 有他出手 那问题应该就不大 周凡放心了不少 但天公道还有个问题 端木小红声音低沉道 十七皇子与活死尸之前一直在天公道活动 天公道主一直在想法剿灭他们 只是天公道主死了 我们这边情报显示 活死尸正借此密谋策划 可能想夺取天公道城或其他周城 周凡 公民于我们书院的意思 是希望你去天公道城 就算无法剿灭活死尸 也要将活死尸镇压住 不让他们闹事 天公道主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在这么匆促的情况下 只能让可以远距离传送的周凡过去 免得天公道出现了大问题 周凡眉头皱起 大先生 让我去没有问题 但十七皇子该怎么处理 他们还是习惯称李源叶维十七皇子 皇子们带着他们的势力在各地作乱 现在各周府一鸾丝还没有解决他们 就是顾忌他们原来的身份 即使进宫已经多次发下圣旨 叛乱者都可以格杀勿论 但是说是这样说 周府这些宜鸾丝官家机构还是担心 这个你看着处理 端木小红道 就算你杀了他 圣上也不会怪责下来 端木小红这样说 要是大卫天子真的有追责的意思 书院这边也会替周凡顶着 好 那我明白了 周凡沉吟了一下阴了下来 底下的人可能害怕大卫天子秋后算账 但周凡可不怕 因为他知道大卫天子是真的不在乎这些 现在还坚持叛乱皇子们死活 否则就不会发下这么多道圣旨了 就算有时候看不透大卫天子的举动 但大卫天子绝不是如此惺惺作态的人 周凡面露杀意 他早就想杀十七皇子了 不仅仅是因为当初十七皇子与他不合 还因为崇娘在成长起来之前 经常因为他娘当年霍乱宫廷的事情 遭到一些皇子势力派来的人暗杀 其中以十七皇子最为猖狂 因为皇后就是因为杨妃而死去的 杨妃与皇后没有谁对谁错的说法 互为仇敌而已 十七皇子与崇娘同样如此 两人都是死敌了 周凡自然要站在崇娘这边 替崇娘消灭十七皇子这个劲敌 他先与杜妮这些人说了一声 就带着小妹通过穿梭监狱到了天公道城附近 他很快就入主了天公道主府 但这是只有天公道主府数位都督知道 并没有让更多人知道 周凡要借此打十七皇子与活死师一个措手不及 他躲在天公道主府耐心等待 活死师要想占据天公道城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想法毁掉城中的防御大阵 第二就是攻破天公道主府 但这两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天公道主府也不知道活死师打算怎样做 当然活死师也可能放弃天公道城这块硬骨头 而是转而从天公道的周府中选择一个目标 对此周凡并不在意 只要信息及时反馈回来 他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去 利用碎空谷在监狱之中穿梭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了 他猜测活死师不可能等待太久的时间 因为等的时间长了 一旦新的天公道主上任或建宗解决了那个影子怪诀 他们就会措施如此好的机会 就在周凡入主天公道主府不到半天时间 天公道城附属外城都相继遭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袭击 陷入了混乱之中 活死师来了 周凡精神一阵 让天公道主府的都督们立刻派人支援那些附属外城 活死师的战略很容易被看出来 他们是打算攻击外城 分散天公道城的兵力 如果天公道主府不肯分散兵力 那就借此将这些附属外城占领下来 形成对天公道城的包围 外城丢失 天公道城恐怕难以支撑多久 活死师在天公道主死了之后 以为天公道主府没有强大的修饰 所以他们才如此肆无忌惮 只是他们想错了一件事 他们没想到我已经到了天公道主府 周凡默默的想 他原本还担心他之前使用碎空谷来回近东与寒北道 会被发现这个问题 使得他躲起来的策略失去作用 但活死师敢发动攻击 显然没有想到这点 否则如何感知到他在天公道主府的时候 还想抢夺天公道城 当然还要提防对方知道他在天公道主府还敢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外城有道主府与巡逻营去解决 对方的主力可能在天公道城内 周凡没有展开灵念 因为活死师主施贾元实力不弱 要是展开灵念搜索 让施贾元发现他的存在 那问题就大了 道主府外面忽而传来轰隆一声 大人 活死师的人正在攻击道主府与城内的阵法核心 道主府的都督立即将消息告知了周凡 查清楚施贾元与李元叶的位置 周凡下了命令 他改变样子冲出道主府 看了一下 四处都是活死师的鬼道武者修士 与道主府的人厮杀在一起 周凡没有看见施贾元与李元叶 他不慌不忙伪装成一个化元净修士 帮助道主府杀死活死师的武者修士 他知道施贾元与李元叶可能躲在暗处观察 现在这种情况 只有让活死师的人落在下风 他们才有可能现身出来 周凡虽然伪装成化元净修士 但他杀人极快 游走在战场中 收割着活死师一条条性命 活死师这边很快就有着溃败的迹象 第1698章交易 奇迹天公道主府的活死师武者修士 没想明白 为什么就突然处于劣势之中 但至少他们看出来了 他们处于劣势之中 有人发出了信号 巨大的白骨骷髅光纹图案在天公道主府上空浮现 天公道主府这边武者修士也看到了 他们都隐隐警惕起来 活死师的人后撤 天公道主府都督得到中凡暗地里的命令 下令让道主府的武者修士停下来 活死师的人没有彻底后撤 而是退出不远就停了下来 活死师武者修士分开一条道 施贾元与十七皇子从其中走了出来 十七皇子默然扫了一圈天公道主府的所有人 我是你们的皇 为何还不跪拜 没有人阴话 周凡观察着十七皇子与施贾元 他不知道对方是真人还是替身 都不会轻易出手 毕竟之前十七皇子就利用替身 进入过进宫没有被发现 整个天下都是我的 你们想反抗我吗 十七皇子道 李元业 你已经不是大魏皇室的成员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得好 天公道主府一个都督审声道 施贾元黑黑笑道 殿下是不想起杀劫 才愿意停下来给你们机会 你们之中有谁是我的对手 投降 或许还有活路 要是不投降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讲来阁下就是活死施主 嘟嘟沉着脸看向施贾元 我们到主死了 但不代表你就能在天公道成任意妄为 福阵还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福阵把你杀了 施贾元吃笑道 说起来是这么回事 但你们不顾城中百姓的死活了吗 讲杀死我 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是一轮司总府没有告诉你们 我修有施卢天魔术 天公道主府舞者修士都是脸色大变 他们当然听闻了施卢天魔术 一旦施贾元被杀死 施贾元身上的人头都会一一爆开 碎成无数的怨魂肆虐一地 怨魂灌注了修炼者的血气神 很难阻拦得住 施卢天魔术的问题也在周凡的考虑中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四上次那样 悄无声息将施贾元置住 周凡没有在等待 在分辨不出真假时 只能冒险试探了 他的王之鬼想服肿 悄无声息往施贾元蔓延而去 施贾元的眼神变得有些呆滞 周凡心微臣 要是真的施贾元 不可能这么快陷入幻属之中 上当了 他没有将王之鬼想撤回来 而是打算将错就错 只是那假的施贾元脸容扭曲起来 整个人在飞速消融 无数血水从他身体滴了下来 一时间全都安静下来 大多数人只是恶然看着消融的施贾元 周凡心里叹了口气 对方在假的施贾元身上动了很多手脚 似乎只要遭到患术的侵蚀 就会立刻发作死去 施贾元上次上当之后 就变得谨慎起来 十七皇子的黑色铜人变得苍白起来 他看着天公道主府众人 皆声道 钟凡 你果然在这里 十七皇子说出来的声音 确实变成了施贾元的 十七皇子显然也是假的 你以为我会跌进相同的坑里面吗 施贾元痴笑道 钟凡站了出来道 不错 看来你便聪明了 只是你如何猜到我在这里的 施贾元审声道 我们早已得到情报 你上次从韩北道 却突然出现在静兜 逆转了静都的局势 说明你可能掌握了某种远距离传送秘书 天公道主被杀死 我们就在猜想 大卫天子会如何解决这事 就想到你可能会过来 既然想到我会过来 那为什么还敢袭击天公道主府 周凡笑道 心存侥幸吗 可以这么说 施贾元缓缓道 我们无法肯定你真的会过来 又不想放弃这么好机会的情况下 当然只能做一次试探 即使有所折损 也在所难免 你说完了吗 周凡问 要是说完 我就要送你们这些忠诚的手下上路了 别着急 施贾元道 既然你在这里我与殿下想夺得天公道成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你想杀我与殿下也不可能 你不知道我们躲在哪里 所以我想与你做一个交易 交易 周凡有些讶异 这是对你我都很重要 消息泄露对你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希望私下交谈 你觉得如何 施贾元道 好 周凡目光闪烁一下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还是悄无声息取出了录音器具 准备将交谈的话记录下来 书院 大魏天子都很信任他 但这样的是可能会引起猜忌 必要时可以用来自正清白 两人交谈只需要用福禄屏蔽所有人 他们展开灵念 也不怕别人窃听 福禄布置将所有人屏蔽之后 施贾元道 你支持十七殿下登上皇座 十七殿下将会让你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你就想跟我说这事吗 周凡冷声道 你们应该知道 我不会支持你们的 无论是哪个皇子 在大魏天子重掌通天境之后 哪里可能会有赢的机会 就连佛主将临分身 都不是大魏天子的对手 这些皇子都在想屁吃 你是觉得我们没有赢的机会吗 施贾元道 拥有通天境的大魏天子当然很厉害 在大魏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 他要是想杀我 我也逃不了 他没有用通天境寻我出来杀我 只是认为不值得动用通天境 但你别忘了 他只能待在进宫里面 哪里都去不了 而大劫一来 等通天境的力量耗得差不多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 周凡痴笑道 通天境的力量或许有限 所以你们是想好到大劫过去 再慢慢想办法夺得皇座 那等你们熬过大劫再说吧 如果你只是想与我谈这个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当然不是 施贾元又摇头道 我们也知道你不会答应的 我们想跟你谈的是另一件事 作为交换 我们可以告诉你71皇子他们的下落 周凡脸色平静 但心脏确实跳了跳 71皇子王道子 夜高山逃离近兜之后 就一直销声匿迹 没有人知道他们躲在什么地方 施贾元知道他们的消息 第1699章巡迹 71皇子周凡不在意他的生死 但王道子 夜高山这两人与他有大仇 不解决他们 他就难以心安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下落 周凡试探着问道 我们就有办法知道 施贾元道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 你敢不敢兴趣 那你们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周凡道 我们要价值500亿玄币的物资 施贾元道 不要玄币 只要物资 这是我们的要求 周凡微微挑眉 我本来还以为你们想要我替你们去杀人 没想到你们要物资 他心里面却是这样想的 他还以为17皇子会要求他去杀126皇子 也就是虫娘 不过他很快明白过来 相比报复这种事 当然是500亿物资更重要 活死师现在遭到打压 苟延残喘 又要养活如此多的手下 要是物资不充足 他们恐怕很难熬过这次大解 所以施贾元要500亿玄币的物资 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我们说的500亿玄币物资是大捷征兆出现前的玄币价格 施贾元重申道 因为大捷的原因 现在所有势力都在疯狂囤积物资 玄币每天都在贬值 即使官家想了不少措施 但依然没有办法阻止玄币的贬值 毕竟谁也不是傻子 物资在大捷中才是最重要的 我确实想知道他们的下落 但这价格太高了 周凡缓缓道 你不愿意出 可以让官家或书院出 难道官家与书院就不想解决这个心腹大患吗 施贾元道 就算三乡是家都被你们处理了 但王道子与叶高山只要不死 对你们来说依然如梗在喉 施贾元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王道子与叶高山不死 官家就不能放心 我们最多给三百亿玄币物资 周凡道 你们知道的事情 秘密格估计也很快就会知道 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 秘密格主参与了那场封禁大卫天子的设局 秘密格也不再被大卫官家承认 但秘密格依然存在大卫 他们转位了躲在暗处隐秘行动 不过要是想购买消息 秘密格可不管来者是谁 好 三百亿玄币物资就三百亿玄币物资 施贾元沉默了一下答应下来 如何交易 我如何确认你们有没有骗我 周凡又问 你实力太强 我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我需要你立下道士 不能在交易中动任何手脚 交易之后的一天内不能有任何对我们出手或追踪我们的想法 过与人合谋 准备好物资后 施贾元把一枚传阴玉符扔给了周凡 你可以通过这传阴玉符告诉我 到时我会亲自接受物资 物资没有问题后我可以当场立下道士 保证消息是真实的 你认为如何 周凡想了想道 但万一你的消息过时了 我寻不到七十一皇子他们怎么办 不会 他们不会这么快离开 施贾元道 你说我就会信吗 周凡道 你必须在誓言中保证我们得到消息之后 能寻到他们 否则我们给了物资你们 你们转身就把事情告诉七十一皇子怎么办 要是出现意外你们寻不到他们 我岂不是要受到道心反噬 施贾元审声道 这绝对不行 最多我保证我们不会把消息再透露给任何人 活死尸内知道消息的人肯定不少 你能替活死尸所有人做保证吗 周凡反问 不过我们可以限定意外不在誓言范围之内 施贾元与周凡就誓言讨价还价时 他还没有忘记警惕周凡那诡异的幻术 有些幻术是可以通过声音进行施展的 施贾元不知道的是 他的替身没有中幻术 但他身前交谈的周凡却只是一道真实幻象而已 幻象之内的是一道传音玉符 周凡在施贾元要求私下交谈时就离开了 他是通过传音玉符在与施贾元交谈 他离开时 幻术遮蔽 没有任何人发现 他一边分心与施贾元说着话 一边换出了自己的法宝伤心小刀 脸色严肃小心翼翼催动心之法则 给我以幻影及速度飞去与我说话者的真身位置 他将条件局限在伤心小刀上 就是怕超越了心之法则的极限 小的东西实现起来肯定会简单很多 这是他使用心之法则时琢磨出来的一个小技巧 以防超越了界限 伤心小刀如鱿鱼般往前飞去 周凡连忙顺移跟上 他还在一边与施贾元拖延时间 以他现在实力 就算离开一会 王之鬼想的幻象也能维持不散 周凡很快就出了城 伤心小刀带着他往荒野外飞去 施贾元与十七皇子这些人都在天公道城之外的一座山林内 他这种替身秘术无法距离太远 这已经是极限距离 他们不敢进入天公道城 因为天公道城完全可以催动防御大阵封锁整座城 到时就是瓮中捉鳖了 周凡寻到了这座山林 其实山林四周还布置了眼线监视 但王之鬼想换术不仅使得周凡隐身 就算伤心小刀也同样被掩盖了起来 他没有惊动这些眼线 直至灵念感应到前方有扶阵挡了下来 他收起伤心小刀 一拳轰去 扶阵就被轰散 他的庞大灵念放肆散开 身体一晃 就扶在山林上空 看着山林内的数十人 找到你们了 施贾元 十七皇子包括张笨笨也在其中 他们都是恶然抬头看着周凡 他们已经很小心了 但本来以为周凡在天公道主府前与施贾元交谈 他们没想到周凡会在这里 快走 施贾元脸色大便喝道 众人四散逃走 施贾元逃得最快 周凡哈哈大笑 他只是瞬间就到了施贾元身前 你敢 我有施卢天魔术 施贾元脸色争鸣道 他没想到周凡会第一个来对付他 他的施卢天魔术要是爆开 威力可是很可怕的 周凡嘴里吐出一个玄奥阴结 金色连衣快速蔓延 施贾元被时间停止彻底禁锢住了 周凡一掌拍在施贾元的脑袋上 强大真元灌注进施贾元身体内 将施贾元身体真元封禁住 与上次在镜都与施贾元交手相比 他现在已经是元神境后期 全力施展下 施贾元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第1700章下落 施贾元发现自己被制住 面露颓然之色 周凡瞬间制住施贾元 他的伤心小刀飞了出来 化作一道黑色流光 瞬间就穿透了一个逃走的修士头颅 身穿红衣的小小犬门配合默契 缠住了一个各仕途逃走的活死尸舞者修士 周凡的伤心小刀飞出嗡嗡声收割着一条条人命 瞬间山岭内活死尸这边就只剩下施贾元 17皇子以及张笨笨 周凡不是不想杀死张笨笨 而是张笨笨那对绣花鞋让他印象深刻 要是他想杀张笨笨 估计绣花鞋会似上次那样救走张笨笨 所以周凡只是用伤心小刀把张笨笨逼了回来 当然张笨笨要是拼死硬闯 那他只能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杀了 张笨笨也没有想走的意思 他看着周凡提着施贾元 就怒喝道周周凡把把施主放放开 17皇子脸色苍白 他实力本来就不强 只有气刚断 他看见逃不出去的时候就不敢再硬闯 你凭什么跟我这样说话 周凡痴笑道张笨笨怒急 但是他也知道 就连施主都不是周凡的一招之敌 他现在只是金丹静 就更不会是周凡的对手了 他出手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他结结巴巴 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放了我们 我们就告诉你 七十一帝他们在哪里 17皇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周凡现在还没杀17皇子 是因为他需要从17皇子与活死施主的口中知道王道子他们的下落 周凡冷笑道 你们都在我手中 由不得你们讨价还价 施贾元道 我们要是不说 你想对我们用行逼出他们的下落吗 那可没有这么容易 周凡只是瞥了一眼施贾元 他没有在看施贾元 而是看向了17皇子 17皇子只是觉得周凡的眼睛犹如两个巨大漩涡 他整个人都是目光呆置陷了进去 他的身体骤然燃烧起金色烈焰 使得他瞬间从幻术之中挣脱出来 你忘了我们大魏皇室的大日焚焰了吗 17皇子震了一下 反应过来张狂笑道 周凡有些讶异 他没想到大魏皇室的绝人天赋大日焚焰还能隔绝王之鬼响的侵蚀 不过他很快冷哼一声 我倒要看看大日焚焰有多厉害 闭上眼睛 施贾元提醒道 17皇子连忙闭上了眼睛 周凡刚才只是动用了一点王之鬼响的力量 现在他认真起来 王之鬼响全力施展 其实他不必如此 因为他完全可以改变目标对施贾元施展幻术 施贾元就算人魂再厉害 时间一长也抵御不住 周凡是起了较劲之心 闭上眼睛当然无法阻止王之鬼响这样的幻术侵蚀 17皇子身上的金色烈焰越来越盛 散发出金色光芒 不过只是持续了一会 他的额头青筋抱起 金色烈焰彻底收敛回体内 他睁开了有些茫然的眼睛 他被周凡的王之鬼响控制住了 周凡有些讶异 这大日焚焰只能辅助战斗 但能支持这么久真厉害 要知道他的王之鬼响可是顶尖的幻象法则 这大日焚焰果然来历不凡 17皇子诗神说 七十一帝他们在天南道云牛中乌森草原 施贾元绝望了 周凡的幻术真是可怕 就连17皇子的大日焚焰也无法抵御 幻术逼问出来的答案 不会有问题 周凡脸色微宁 他们去哪里做什么 天南道云牛中乌森草原之前 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但大劫征兆出现之后 那里成了天南道很危险的一个地域 据得到的情报显示 那里存在着一个极为可怕的怪爵群 天南道在尝试之后 都对这个怪爵群束手无策 只能以观察为主 每隔段时间 那怪爵群就会外出猎食 我们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为了乌森草原的怪爵群 据说那是智爵种群 能与人交流 17皇子缓缓回答 七十一地他们可能是想与那智爵种群达成合作 你 你这 这笨皇 皇子 唯 为什么全都告诉了他 张笨笨气得叫嚷起来 周凡微微挑眉 他从一鸾丝的情报来看 可没有说乌森草原的怪爵群是智爵种群 智爵的怪爵群 这可是很罕见的 只要你饶了我 我可以立下道士为你效劳 吃甲原见事情不妙 他赶紧说道 周凡能杀原神境 这样的修士为他效力 绝对不是什么羞辱的事情 周凡没有理会施甲原的求饶 他又看向17皇子问 你还有什么有关我 而没有跟我说的吗 我与施甲原他们商量 本来是想通过坑你们一笔物资补充我们消耗之余 还引你们去乌森草原 让你们与七十一地他们拼一个你死我活 我们在四季看有没有机会 十七皇子毫无保留说道 施甲原额头上渗出了汗水 他看不出周凡的想法 按理说他的实力在大卫也算顶尖 一般人都舍不得杀他才对的 但他就是有些慌 他也不敢再插口说话 除了这些没有了 十七皇子说 很好你们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收藏了珍贵的东西 周凡又问十七皇子回答 没有我们是在逃亡 珍贵值钱的东西一半在我的储物袋中 一半在施甲原的储物袋中 周凡手一伸 十七皇子腰间挂着的储物袋就落到他的手上 施甲原的储物袋同样被收走 张笨笨你去杀了十七皇子 周凡又看向张笨笨道 他不想动手 要是事后大卫天子询问起来 就说十七皇子不知什么原因 被活死尸的人杀死了 他又没有说谎 张笨笨看了一眼十七皇子 我我杀了他 你你放了我们吗 施甲原嘴唇戏动 但他最后还是什么也不敢说 尖杀了再说 周凡板着脸道 张笨笨不再犹豫 他对十七皇子可没有任何敬重之心 他飞扑过去 一掌拍碎了十七皇子头颅 扎完后他黑黑笑道 施主 我我们安 安全了 活路 牽住 牽住 有狼文 去 这 我